北京时间10月2日晚,国足将扮演15人训练营的消息引发热议,足球报著名记者赵振也对此发声。 他写道,你们知道的是联赛中间抽调球员集训两个多月,不知道的是开始两周球员还要参加军训,不打联赛,取军训,这可能是中国足球的又一个创举。 几天前,你们脚口称赞任命叫职哲当国管部主任,是专业人干专业事,那时候我就说了,对于中国足球来说,领导少干预具体体务,就是最好的专业人干专业事。 今天早些时候,根据多交国内媒体报道,足协将在近期组织55名U25球员去拉萨集训,沈强福将担任这支特殊集训队的主教练,相关新闻,国足将带55人训练营,沈强福带队,姚晨任副领队媒体人热议55人集训名单,瞎折腾,没有大句话。